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小胖狗 如果有在看我视频的朋友 麻烦给我点赞关注加转发 一键三联的朋友 可以免费获得我这边 送出的一份写习大礼包 找我喝茶 前往都可以找得到 三菱小胖哥 有一个老哥老客户 他说京东小店 是不是已经开始停止录注了 我说没有 前几天更新的规则是 部分内幕规则不一样 还没有停止 但是估计要比较慢 因为前几天我们有打电话 给京东客服 打电话帮客户催省 他告诉我们 就是京东小店暂时不审核 其实就是说没有那么多人手 但是还是有审核有招募的 这几天我们都还有陆续下店 但今天规则又开始有点变化 京东还是有点恶心 三天两头 就是有一个大小变化 他说目前能下的内幕 有没有什么变化 是不是还是原来的那些内幕 我说内幕倒是等我消息吧 如果搞定了内幕有可能还会多 那人下的内幕目前来说没有啥变化 没有停止入住 他说好的 那我后期还打算加一点内幕 你看一下帮我把这些小店赶紧弄下来 我说好的 但是京东小店目测价格会涨 我有可能要涨价 他说你要涨多少 到时候提前告诉我这个可以沟通一下 我说再等等吧 再看市场的反向 因为现在市场上大部分都说不接单 如果说不接单的情况下 那我能接肯定要涨 正常时不会涨价 因为老客户一般我都不涨 他说这个也倒没事 主要是我们想多拿点店铺沟通一下 我说今天你看一下 因为市场上 你给别人做的单是不是都打回来了 今天清一色的都打回来 要重新修改 他说我没有给别人做 这话是真的 我说没事 小店就这样 我一个人也吃不了 为什么今天这个小店会被打回来呢 其实也在意料之中的是 京东不断的收减 这个京东小店一个入住的政策 从开始 你只要你有小店 什么资料都可以搞 到后面慢慢限制法人 再到现在限制入住 现在入住比较严格 很多招商都说什么高质量招商 要看店铺等等之类的 其实说白了 大部分都是做店群 做无货源的 开店进来 没有什么业绩 招商想要的是 这些店铺进来有点作为 所以说会高质量招商 这几天我们也跟很多 类目的招商沟通了 已经不单纯是 你之前有商标 有品牌售钱 有第三方店铺 你资料完整 不好意思 资料完整也不招商 现在资料完整呢 也要挑更好的来招商入住 看看户外运动的 我基本上不接这个类目 这个类目呢 首先要评估 你是不是大品牌 做PPT 然后再接 然后才接 在说你能不能入住 能入住 业绩考核 销量考核等等之类的 你说我借一个小店 才多少的费用 这么多七八考核 商家也不会接受 所以说小店 现在已经到了非常严格 甚至有些小店 你有营业额也不行 要看品牌 卡品牌 说是好的品牌 才给入住 所以说不是小店 不给入住 而是开始少量名额入住 有名额 但是非常非常少 最后要入住 京东可以找我 我是服务商小胖哥 好